嗨大家!這是我又是柔文煌 呵呵 版主啊 你知道現在人在義大利 然後義大利的原因是真的超熱 真的超熱你知道嗎 然後熱到今天老公說要不要去海邊 我說我不要我熱到快瘋了 我寧願待在冷氣房裡面 那因為他帶小朋友出去嘛 然後版主就有點時間可以做一點自己的事情 那我想說欸乾脆小朋友不在 然後趁轉的時間可以來做一點直播 呵呵做直播 因為沒有人打擾我嘛 呵呵呵 然後這是我們我現在住的地方的小廚房 這個地方還蠻小的 你知道 不過有冷氣重點是他有冷氣 因為義大利真的熱熱壁了 所以有冷氣對我來說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不過anyway 在我開始之前先讓我自我介紹一下 我名字叫洛文煌 我是一個作者靈性教練跟靈媒 今天我要跟大家討論一個話題 其實在我腦子已經宣了一陣子了 然後一直你知道這一陣子就忙嘛 你也知道忙嘛 要旅遊都是一件很忙碌的事情 然後一直沒有時間講 然後想說趁這個時候把它 拿出來跟大家討論一下 我今天講的話題叫做 當你知道越多你感受就會越少 然後對我來說這是同理心 你要學習同理心裡面最難的一堂課 那為什麼會講到這個話題呢 這個話題其實是 啊 回遇到直播因為現在在歐洲 所以我們歐洲的時差更加大 台灣的時差會不太一樣 呵呵 所以現在可能我醒的時間你們也是醒著 不過anyway 嗯 回到主題啦 回到主題就是 為什麼會講到這個話題呢 因為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 大家有沒有看權力遊戲 就是Game of Thrones 我是 我算是權力遊戲的超級影迷嘛 呵呵 超級影迷原因是因為 因為這個 這部戲其實真的是蠻brutal的 蠻 蠻噁心蠻殘忍的 可是版主我超愛看 你知道嗎 然後超愛看的 如果你有跟蹤 如果沒跟蹤沒關係 不過基本上我可以 大概跟大家講 在這部戲裡面有一個叫 有一個brain brain 這個算是小兒子 他身體殘廢 然後他之後就是好像 有神譽告訴他 去什麼地方 然後之後他就變成三眼 三眼烏鴉 基本上三眼鷹 還是三眼烏鴉 三眼鷹或三眼烏鴉的原因 其實基本上就是讓他成為一個先知 然後那先知呢 先知就是所謂的 嗯 可以看到過去也可以看到未來 就是 他這個角色 到最後就是扮演成一個可以 知道過去也可以知道未來的人 你知道嗎 然後再可以知道過去 再可以知道未來 從他從城牆 城牆外就是三眼烏鴉 就是從他那一個 城牆外的世界回來之後 大家就會覺得說 欸奇怪他怎麼好像變得很無感 尤其是我老公在看這部戲的時候 他會覺得說其實 他為什麼會突然變得這麼沒有 這麼沒有感覺 就是明明知道 什麼事情發生在什麼人身上 誰很可憐 可是他怎麼表.. 好像面無表情的樣子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跟我老公講說 當你知道的越多 你就.. 你就會感受的越少 然後我老公就說這是不合理的 這句話是不合理的 因為他覺得說當你知道越多 你就應該越有同理心才對 你怎麼反而會沒有同理心呢 那我今天之所以可以這樣講的原因 因為我覺得版主我曾經經歷過一段 這樣子的時間 那我可以了解為什麼 你.. 你知道.. 一旦知道越多 你的感覺真的會越來越少的原因 我今天拿一些例子 來跟你們舉例來講好了 在我諮詢的過程裡面 常常有很多客人來問我說 為什麼這樣的事情會發生在我身上 為什麼我這麼可憐 為什麼我這麼可悲 為什麼我身上總是會遇到很不好的事情 甚至有一些可能受害者的家屬 會來跟我講說 你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 這樣子悲慘的事情會發生在我家人身上 我家人沒有做什麼 他明明就是很好的人 可是他為什麼這輩子會.. 無緣故被人家陷害 或者是被人家謀殺 或者被人家虐待 或者是你知道遇到很不好的人 給他們很多身體上的虐待 或精神上的虐待這樣子 然後在找尋為什麼的時候 我常常會不自覺的追溯到 他們其實可能是這一輩子的記憶 或者是前輩子的記憶發現說 雖然他們在這一輩子 這一輩子裡面是扮演一個受害者的角色 可是他們在某一輩子裡面 或者是甚至不需要超過這一輩子之前 他們曾經是扮演一個加害人的角色 這樣懂嗎 就是說今天舉一個例子 不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不過算是最極端的一個例子 可能有人這一輩子是被人謀殺了 你知道被人謀殺的受害者 然後家屬還問我說 為什麼他們這一輩子被人家謀殺 你知道他這一輩子人很好 平性很好 可是為什麼死得這麼淒慘 你知道嗎 在追溯他們過去的時候 有些時候 我不應該說有些時候 是蠻常發生的 會發現他們在某一輩子裡面 曾經對這一個 這一輩子是加害人的時候 在那一輩子他們其實才是加害人 然後這個加害人在那一輩子 其實是受害人 也就是說他們在那一... 這個... 加害人 犯罪者 可能在上一輩子也是人家平性很好 也是沒有去招惹到他 可是這一... 在那一輩子就莫名其妙的 可能因為他... 隨膝扎人或者是看不順眼 然後就毀了人家的一生 也沒有去考慮他的後果 你知道意思嗎 導致於說他們到這一輩子 就必須承受這樣的痛 那我今天... 之所以這樣跟大家講的原因是因為 希望大家可以有時候站在我立場 站在我立場 跟我講 那你想想看 當我們聽到有一些故事很可憐的時候 很可憐我覺得很可憐 然後我同情你 我替你覺得很可憐的時候 其實我們沒有那麼大的智慧 沒有那麼大的遠見或者是 先知可以知道說 或許他在那一輩子也曾經這麼對不起人過 你知道我意思嗎 或許我在那一輩子... 你在那一輩子其實才是那個殺人放火 就像班主我常常講 我在那一輩子不知道是殺人放火 那煎了又殺殺了又煎的那個人 你知道我意思嗎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你就會發現 一開始你聽到一個故事的時候 你可能會很有感 你會覺得說 喔我很有同情 喔我好同情你喔 可是如果你像我這樣子 看得到他們的過去 看不到他們的未來的時候 你或許會發現 當你知道 Oh my God 有這樣子... 這樣子很嚴重的... 就是... 嗯... 的... 就是他們這輩子是好人 可是他們哪一輩子曾經是加害人的時候 你會發現其實你是不知道該怎麼反應的 你是不知道該怎麼... 因為... 你頓時間會不知道到底誰才是對的 誰才是錯的 你會了解... 你會了解事情的緣由 可是在那個當下你會不知道如何做判斷 你知道我意思嗎 會不知道如何做判斷 所以我今天要這樣跟大家分享的是 不是說... 不是說喔就叫你們從此不要感覺 我只是要跟你講說 因為我曾經跟你們講說 學習同理心 同理心其實是所有的靈魂 所要學習唐蠻基礎的課程 基礎的課程就是同理心 我必須要知道 感受你所感受到的 即使我不認同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我今天要講的是同理心不單單只是 去同情弱者 同理我同時可以感受到 你感受到的 這樣子的感覺不單單只是 適用在受害者人身上 你懂我意思嗎 受害者因為你受害者所以我同理 我覺得你好可憐 所以我也有這樣子的感覺 不是 真正的同理心其實是必須 要你能夠感受到 任何人的也就是說 不管他這個人是個加害人 還是個被害人 你都要有辦法去感受到為什麼 也就是說真正的同理心 其實是沒有好與壞、對與錯 你只是單純以自己的立場 去感受到對方經歷過什麼 經歷過什麼然後可 為什麼會造就他們有這樣子 這樣子的後果、這樣子的行為 思考模式你知道我意思嗎 也只有這樣也就是說 同理心你必須要沒有不能 呃不能bias 不能bias就是 不能有偏見 你不能有偏好不能有偏見 真正的同理心 很多人在這輩子把同理心跟同情心 真的是搞混了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需要我拿出來跟大家討論的一點 同理心 我說的是同理心 呵 是靈魂很基本的一個課程 你必須要學習放假自己的偏見 偏見有的是說 我腦子認為你很可憐 因此我對你感覺同情多一點 我覺得你很可恨 因此我覺得你根本就不需要我的同理心 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真正的同理心這次是很重要的課程 而是你必須站在一個中立者的角色 我為什麼跟大家講這堂課呢 很重要 就是你必須站在一個中立者的角色 去瞭解 為什麼事情有這樣子發生的緣故 為什麼這件事情會導致到現在這樣子的結果、結局 你知道這跟宿命論其實一點關係都沒有 真的 為什麼 瞭解同理心有一個好處 因為你會說我這樣瞭解有什麼好處啊 我瞭解他是一個罪犯 我瞭解他會有這樣的行為 那 這樣子有什麼好處你知道嗎 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做 其實有 當你能夠真正的掌控所謂的同理心之後 也就是說你的腦子開始沒有所謂的偏見 沒有所謂的bias的之後 很客觀的同理之後 謝謝 感謝大家 給我 適當的中文 你會發現說 這樣的心態其實更能夠幫助你去找到真理 你所要尋找的真理是什麼 因為任何有偏見的同理心之下 你其實是看不到真相的 你也沒有辦法找到真理是什麼 你常常會覺得說 為什麼我努力的想要找到真理 可是我卻會一直困在為什麼裡面 原因在於你的同理心從一開始就是bias 就是有偏見的 所以你會沒有辦法看到 實相 真相是什麼 所以 讓我做個總結啦 為什麼提這個話跟大家講 不是跟你講說 喔你好可憐喔 你這輩子被殺了 你上輩子就是已經殺過了 你其實不是這樣 我不是叫你們這樣去思考 你沒知道其實我的立場 就是告訴你們如何讓自己跳脫輪迴 這樣子的Circle 如果你看不清楚真相 你就會一直不斷的在這個輪迴裡面打轉 今天要如何讓自己跳出來的第一件要件就是 你必須要有客觀的觀念 什麼叫客觀觀念就是 我必須要學會所謂的好與壞、對與錯 必須能夠以一個中立客觀者的立場去觀察我 限下所有的事情不管是人事物 唯有這樣子的時候你才有辦法 找到你要找的那個真相究竟是什麼 所以anyway在這邊只是因為一部 因為我在看權力遊戲嘛 哈哈 然後跟老公有小對話引發了一個話題啦 跟大家稍微做個討論一下 以一個靈媒的立場你真的是知道的越多 你的感受會越少 所以有些時候 有些人感受反應不是你所要要求的 不要很快的下定論說 啊你 你就是無感啦 你就是幹嘛 其實不一定是這樣 就像現在我在看很多悲劇的時候 我其實不知道該怎麼反應 你知道嗎 尤其是如果我知道前因後果的話 我會更不知道該怎麼反應 你知道 所以這種情況下 並不是喔我是錯的 我沒有感覺不是 而是當你知道的越多你就會感受的越少 是不然啊 呵呵就是在講不然啊 所以anyway 圓圓相報兩方要如何才能跳出這輪迴 是不一定要雙方都放下啊 其中一個人只要放下 其實你就會跳脫了 這個人他或許還在我輪迴裡打轉 可是他對手的那個角色 如果你從這輪迴裡面跳脫的話 他的對手就會有另外一個人來取代這個角色 所以我才會不斷的跟他講 如果你們真的想要 從輪迴裡面跳脫出來的話 請教育自己以一種客觀的立場 客觀的角色 而不是偏見的角色 去觀察你身旁周圍的人事物 不分好壞對錯的人事物 唯有這樣子你才有辦法找到 可以讓你跳脫出來的那個點究竟在哪裡 所以anyway很快的做個總結 每次說很快 我老公說每次我說 好讓我wrap it up 都是 之後又花了五分鐘以後的事情 不過好版主我要練習這個 呵呵 好同樣如果你喜歡我直播的話 歡迎你隨時加入我臉書的行列 還是去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還是去我的網站ruwm.com 如果在雨流的時間還有多的時間 我們就繼續回來做直播 掰掰